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今天我们来说说民国初年的一场内战 护法战争 这是一场孙中山与军阀的决战 如果你采用国民党的史冠 还可以称为三次革命 后来的国父遗嘱当中说的 尚未成功的革命 就是这场三次革命 这场内战影响深远 最终改变中国命运的国共合作 就是被这场内战给逼出来的 那么这场内战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事情还得从张勋复辟失败说起 民国六年1917年7月12日 段祺瑞的讨逆军攻入北京 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复辟闹剧结束 两天后7月14日 吕斯被玩弄的大总统黎元宏 终于看破红尘 决心急流勇退 于是发了份电报给副总统冯国章 这一天之后 中华民国的总统 就换成了冯国章 虽然是代理 但是冯代总统可是有兵的啊 比起号称黎菩萨的前任总统 实力不可同日而语 他可不会自身难保 不过冯国章品一份电报 就当上大总统 劳苦功高 三兆共和的段总理 难道就没有意见吗 没意见 不止没意见还非常欢迎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同书北洋系的 袍泽之情吗 当然不是 这两个人都是政治人物 大家可能没当过政治人物 那么让我来提醒一下 合格的政治人物是没有私人感情的 段祺瑞打的算盘是冯国章勇兵自重 独霸长江流域多年 与其让他留在南方当孙权 还不如以退为进 让出总统大位 把他引到北京来 只要他到了挽戏地盘 就让他当总统也不难对付啊 于是1917年8月1日 这个各怀鬼胎的新一届政府就顺利组成了 一开始 这届政府的运作还算顺利 毕竟段总理和冯总统共事多年啊 总是有点香火之情的 何况以冯国章在北洋系当中的辈分 加上直系十万人马的捍卫 段祺瑞的手下再嚣张 也不甘显露丝毫不尽啊 他可不是离补傻 然后在这种如鱼得水的气氛下 两个人就合谋干了一件大事 正是这件大事惹了孙中山发起内战 什么大事呢 段祺瑞公开宣布 他的新政府一不要约法 二不要国会 三不要旧总统 也就是说完全切断了民国初年的法统 这就让孙中山无法接受了 匹夫一怒血见五步 而孙先生这一怒可就要天下倒数了 其实也不只是孙中山不同意 云南唐继瑶 广西陆荣亭两大军阀也表示不同意 电戏贵戏不同意的理由很简单 不想看着段祺瑞成为另一个袁世凯 这些人可能没有北上统一的志向 但是对于妨碍他们割据的人 是不可能有好脸色看的 不过孙中山不同意的理由就比较复杂了 首先 当然不是为了割据 如果是 那根本无需如此麻烦 事情还得从参战争议说起 一次大战爆发后不久 1914年8月6日 袁世凯政府就公布局外中立条规 召会各国驻华使节 中国保持中立 但是随着战局扩大 各国都想把中国拉下水 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 最早出手的列强其实是美国啊 1917年2月初 德国宣布重启无限制潜艇战 这让美国份额与德国断交 2月7日 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斯就抖起来了 瑞恩斯求见黎元宏和段祺瑞 神诚若参战 美国政府将给予资金援助 同日 段祺瑞电令驻日公使张忠祥 征询日本政府的意见 日方劝告 质疑与美取同一态度为宜 然后北洋政府就开始内讧 展开我们上次讲过的那一番参战纠纷了 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 现在我们来说说南方的孙中山在干嘛 孙中山是主张中国严守中立的 当然了 并不是没有人来游说过他 早在1917年3月就有英国重要人士在上海会晤孙中山 希望他出面呼吁中国加入协约国 孙中山经过详盛审律 于3月8日支点英国首相罗易德乔治表示 中国若迫弃中立将于中英两国均有大害 他的主要理由是 中国有排外渔民和回教徒 两种强固而危险之分子 他们可能因中国参战被击而蠢动 这次孙中山说的不是我说的 总之如果中国都在宣战 很有可能激发这群人的排外心理 然后强杀外人的权乱就可能再现 这当然会损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 所以孙中山明确告诉英国首相 他建议保持中立 不只是为了救中国 也是为了维系对英国的友谊 高实在是高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英国人当然也无话可说了 当然孙中山也不只是对外发言而已 3月9日 孙中山制定北京参议院与众议院 要求议员们阻止政府参战 3月中下旬 孙中山在一场公开演讲中又说 欧战 十一争商场之战争 争殖民之战争 中国不当参加 对于列强之间而有所好恶者 尤为可恶可耻 中国民众非善望 不应仅记忆侵略 焦州之德国而望其他 在中国此时立场 何不向列强收回一切侵占地 与一切权利 后来段祺瑞催促参战的手段 越来越猛烈 孙中山发电报给国会当中的 国民党议员 此外交问题为中国存亡所观 不能稍有所迁就 我被无武力 金钱之可视 所适者 国民之同意 与爱国之精神而已 这就是孙中山 与其他军阀有本质区别 然后段祺瑞就成功参战了 与德国绝交消息曝光后 虽然战火并没有延烧到中国 长江两岸港式的米价却开始大涨 孙中山担心的事情开始应验了 其实段祺瑞与孙中山的立场差异 刚好就是民国内部两大立场的展现 段祺瑞站在庙堂立场 主张宣战可以停赴德国赔款 收回德国租借 还可以增加于美英法日俄等 协约国的友好度 当然你可以获取日本的借款和武器援助 这可以壮大惋戏的力量 除了最后一段 你能说段祺瑞有错吗 而孙中山反对参战 则是站在民众立场 他认为参战会激起中国人的排外情绪 引发内部社会动乱得不偿失 根据后来的情况来看 这也并非无地放食 所以双方各有支持者相识不下 然后列强纷纷动起来了 据题来说是德国动得最厉害 孙中山公开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 当后引起德国驻华公使的注意 辛茨出手了 他找上孙中山表示可以提供支持 其实最早跟辛茨接头的是段祺瑞 早在一年多以前的1916年元月 那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还打着呢 段祺瑞就通知辛茨 如中国参加欧战 协约国将给予中国援助 眼下之意是 德国应该也有点表示吧 辛茨当即表示 只要中国保持中立 德国也可以给予中国同样的条件 这是台面上 然后辛茨很快就动起来了 他迅速行贿段祺瑞及其政府要员 包括大量的国会议员都收到钱 目标就是延缓中国对德绝交或参战 有史料表明 3月2日辛茨的白手套向段祺瑞表示 如能延缓中国参战 德国将给予段本人100万元 结果呢 段祺瑞以笑语相聚 你当然可以说这是段祺瑞高峰亮节 不过我提醒大家 日本那边给段祺瑞的金额是 14500万日元 不是同一个等级的款项 然后段祺瑞就参战了 1917年3月14日 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与德国断交 辛茨被限令离境 辛茨离开时刻意经过上海 他训令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尼平 要多方联系中国反对参战的各派力量 特别是孙中山 具体的条件是 最多可以给予200万元以支实习捣断 这笔钱的来源是德国债华资产 反正有可能被没收不如干脆妥善运用 那么怎么给呢 这种大钱必须要有人经手 克尼平是搞外交的 人面很广 这不是问题 他在革命党那边有个熟人 曹亚伯 曹亚伯此时正在北京当李维红的外交顾问 他是老同盟会的 孙中山的老战友 跟克尼平也很熟悉 可以当中间人 但是克尼平不能直接出面 所以让理事馆的翻译当白手套 翻译是德意美籍的希尔摩医生 他与曹亚伯一起出面 与孙中山密谈 双方一拍即合 从参战案到复辟案 孙中山对断习队已经不满很久 现在有人要出钱捣断 那自然水到渠成 事后克尼平专案报告德国政府 获得德国首相同意 这钱就拨下来了 那么是怎么拿的呢 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是大八卦 水众说纷纭 综合各种说法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有位美籍医生告诉曹亚伯 如孙公由起兵护法之决心 某国愿资助百万 亚伯已告总理 总理大悦 不过提醒亚伯要坚守秘密 然后每当夕阳膝下 亚伯就会带着女友吴某乘马车 在上海兜风 兜着兜着就兜到红口某一室寓所 然后带走一口大皮切 里面有大把的各国钞票 虽然租界有各国间谍盯着 不过从来没有人怀疑他 这笔钱总共150万马克 其中50万送海军30万送国会议员 余速透过荷兰银行和台湾银行回到广州 然后陈碧光就带海军南下护法了 再然后 孙中山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了 以上说法来自逢自由的革命意识 补充几点 首先金额怎么有出入啊 其实这笔钱到底是多少 怎么用有多种版本 这里说的是150万马克 有其他的资料说是200万马克 大家可以互相参照 还有这笔钱在当时有多大 我们以前说过 列宁拿德国2600万马克的故事 那一集我有解释过当时马克的购买力 有兴趣请移驾参照 最后关于资料来源 冯先生是老革命 一生卓尔不群 出钱出力相助革命 但是不愿当官捞钱 是那种谁都敢骂的自由派 连孙中山他也敢公开骂 革命之力还贼深厚 很多事情都是亲历 算是豪华版的理由吧 后面的故事我都会参照他的说法 这还没完还有后续 孙中山拿德国巨额资助仪式 很快就外泄 1917年7月 孙中山到达广州后不久 广东都军陈炳坤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美国驻广州总领事 海英侧尔曼 海英侧尔曼 听名就知道是个德国裔 不过他是美国领事 然后海英侧尔曼 就让孙中山追问此事 孙中山起初不愿正面回答 后来被问得急啦 于1918年4月28日正式回信 我曾此机会 毫不犹豫的宣布 我从未从德国取得款项 当然美国人并不相信 因为穷的叮当 想了孙中山能拿出巨款 来发动内战 肯定有人给钱 事实上那几年 在列强外交圈当中 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 孙中山可以接受贿赂 并准备为出嫁最高者效劳 其实连自己人也很好奇 后来唐少医暗示 陈久明查问此款的来历 陈久明不像美国领事好互弄啊 孙中山只好说 问介石自明 然后陈久明就去问蒋介石 那蒋介石是怎么说的呢 蒋介石编出了一个 炒股获利的故事啊 根据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权威学者 杨天石老师的说法 1937年4月27日 这是抗战爆发前71天 蒋介石批阅日本人石丸藤太所作的蒋介石传 发现有许多不确之处 形同小说 尤其是关于蒋介石曾经投机发财 贡献为军费仪式 写为天花乱坠 所以蒋介石专门在日记中写了一段辩证 注意啊 这是写在日记里面的 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政治人看的 蒋介石在自己里说 这个炒股铸革命的传言是在民国六年终得绝交时 得使以大宗款项贡献于本党革命之款所误会 这笔钱其实是我经熟的 不过那一天的字迹写的不长 只有这一段语焉不详 后来蒋介石在杂录栏内补充解释 我截入如下 内容很多我不照念啦 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截图研究 简单说是这样 当时陈久明问我 收买海军的钱哪来的 我不想说出真相 所以就说是炒股赚的 因为蒋介石炒股的事情在当时流传很广 所以陈久明就信以为真 后来蒋介石炒股资助革命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 顺带一提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真的 所以之前说过一段蒋介石炒股记 这段没头没尾 后来有很多朋友问我后续 这里算是把那个坑给填了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后来不细说了吗 因为这段是个以而传而 蒋介石炒股是真的有炒股 但是没有赚钱到可以相助革命的程度 当时我找到了很多资料 都是后人附会的 那就没有必要再细说了 结案 好了钱的事情说完了 再来说说内战是怎么开始的 这场内战北方的主力是北洋军阀 基本上都是陆军 而南方的主力呢 一开始则是海军 这个海军是怎么来的呢 话说甲午年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重创后 光绪皇帝下职撤销海军衙门 这个撤销非常彻底 北洋海军编制取消 各地海军学堂撤销 幸存水师官兵退役 总之就是放弃海军了 为什么朝廷做的这么绝 坦白说不知道 因为查不到资料 不过我仅仅过了一年局势就逆转了 1896年朝廷批准军购案 五艘巡洋舰 英国造两艘 德国造三艘 船有了 那人呢 福州传政大神预录奏勤选派第四批海军留学生 朝廷同意了 转过年来 1899年4月17日 在一二团即将进入北京的前半年 太后老佛爷召见 隔职待罪于天津 正听后查办的北洋水师将领 具体说是副将叶祖归与参将萨正兵 开赴他们的隔职处分 命他们统领新构各舰 有一说一 此起太后看人是很准的 被老佛爷挑选的这两位 还真的保住了中国海军的命脉 要是没有这两位的力争 单单是两年后的那笔更款 朝廷就得把这五条船卖了抵在 那就没有什么海军了 1905年夏天 叶祖归继劳成吉 因病医治无效 在军中病逝 1909年从日本订购了14艘舰艇入列 是的你没听错 后来的中国海军是从日本买船的 至此 清末留下来的所有船队 合并成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 负责人当然就是萨正兵 萨正兵从此升任筹办海军大臣 变成行政领导 那巡洋舰队谁来带领呢 陈碧光 这陈碧光是广东乡三线人 孙中山的老同乡啊 他原本是李鸿章的人马 广东水师的 因为参加甲午海战被追究 隔职回乡 顺势就加入了新中会 是的 此人也是老革命 后来因缘际会 靠着李鸿章说情 又加入了战后重建了大清海军 在巡洋舰队就由他来带领 辛亥革命爆发时 他顺势起义 比起政治立场暧昧的萨正兵 陈碧光显然更值得信任 于是陈碧光就成了民国海军总长 反而把原来地位在他之上的萨正兵 给挤到后面去了 有了这层关系 你就知道为什么民国海军会相处革命了吧 张勋复辟的时候 陈碧光从北京赶往上海 召集各舰舰长会议 几天后 孙中山在上海富商哈同家里 与陈碧光会商大计 多提一句 这位富商哈同是上海传奇人物 富可敌国就是说他 有机会我们再来说说他的故事 6月27日 孙中山提供了军费30万元到账 10天后7月1日 张勋宣布复辟 两天后7月3日 孙中山通电全国 将南下护法 三天后7月6日 孙中山一行人称海生号军舰 由上海启程赴广州 等等 张勋的复辟是在北京 孙中山为什么带着海军南下广州啊 因为单靠海军无法打内战 而北方的陆军全是北洋系 孙中山想发动内战 只有靠南方军阀 本来这也是个万全之策 只是没想到 孙中山还在路上晃荡之际 张勋就完蛋了 现在北京换成段祺瑞说了算 那么还要打内战吗 这本来是个问题 不过在段祺瑞宣布不要约法之后 就不是问题啦 张勋也好 段祺瑞也罢 这帮军阀都不是好东西啊 打 给我狠狠的打 孙中山下令海军全体舰队来广东 然后宣布在广州召集国会 邀请北京的国会议员南下护法 还邀请黎元宏到广州执行大总统职务 结果呢 海军来了 8月5日 陈碧光率舰队抵达广州黄埔 议员也来了 8月25日 非常国会在广州开幕 虽然人数不怎么齐 好歹是有个场面 不过黎元宏宣布退休了 不来了 那正好反正也很难安排他 9月1日 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 9月10日 孙中山正式就任 宣布攘除兼凶 恢复约法 同时通令缉拿首逆断齐瑞 至此护法战争正式开始 那么该怎么打呢 经过前几集的介绍 北洋军阀那边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南方军政府里面有什么人才 首先是孙中山 他是领袖 职称是海陆军大元帅 他身边有个革命接班人 大元帅府秘书长汪金卫 然后外交总长武庭芳 财政总长唐绍一 海军总长陈碧光 交通总长胡汉明 参谋总长李列军 除了唐绍一都算是老革命 勉强算是孙中山的自己人 但是主要站立陆军呢 这个军政府还有两位元帅 滇系唐继尧 贵系鲁龙廷 陆军都在这两人手上 他们也在军政府挂名当元帅 算是组成统一战线吧 不过有点尴尬的是 三个元帅当中只有孙中山一个人就任 另外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 送去的元帅印信 人家倒是收下了 但是肯定不会接受军政府的指挥 也就是说 这个军政府基本上几乎无兵可用 那怎么办 还好这里是广东地面 是孙中山的老家 熟人多 容易招呼帮手 孙中山想到了一个帮手 广东省省长朱庆兰 这个朱省长是前卿名将 袁世凯驾崩后被派到广东当省长 当时正在被土匪投资入龙亭欺负啊 这样说吧 孙中山带着海军到广东跟朱倩兰结盟 就像刘备带着人马到荆州投靠刘表一样 双方厉害关系一致很有合作基础 而且朱省长手底下还有个老熟人 前卿秀才同盟会会员陈炯明 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港起义 妥妥的老革命 辛亥革命时他光复了广东省 于是就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都督 但是他不听袁世凯的命令 手下被袁世凯收买后叛变 只好资深逃往南洋 在新阿波继续革命 后来在护国战争时重返广东 招兵买马 现在正在朱省长手底下率领警卫军 没有比陈炯明更合适的人啊 双方协装之后决定改编省长清军30个营 交给孙中山定名为粤军 分为两个军 第一军军长陈炯明 第二军军长许从志 这次粤军就是此后护法战争的南方主力 省30个营有点寒酸 但是革命靠的是信心嘛 当年蔡二几千兵嘛 就打垮了袁世凯的皇帝末 现在两万多人肯定得有一番作为啊 好啦 人有了 那么该怎么打呢 这种北伐大忌 怎么也得有个诸葛亮籍的人物统筹吧 那么孙中山手底下有这种人才吗 坦白说没有 不过的确有个人很积极的在统筹 而且你的这个人肯定很熟啊 就是蒋介石 现在网路上蒋介石被称为为超大师 什么机枪左翼五米之类的梗满天飞啊 那么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蒋介石会打仗吗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明吧 对北军作战计划书 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炒股赚钱之际 精心筹划了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 在这份作战计划当中 他告诉孙中山 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理 北洋军人多是多 但却是纸老虎不可怕 证据有二 其一 北军数量号称30万 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 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6万 因此双方差距不大 而且如果对方真的打到南方来 那是谁人多还很难说 毕竟我军的任务是保卫乡土 这种军队的战斗力甚强 而北洋军能调动6万人之中 愿意为段祺瑞的野心拼命的有多少呢 其二 北军优势在于武器装备 我军优势则在于熟悉地理 适应当地气候 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要战区 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 这份计划获得孙中山的高度评价 蒋介石受到领导鼓励之后 又规划了一份更精密的 跌越两军队敏浙单独作战之计划 在这份计划当中 蒋介石提出一个新颖的作战观念 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 但是并非要马上出兵北上 目前应该趁机夺取福建 扩大地盘 招兵买马 然后在一局北上光复河山 这是纸上谈兵吗 网络上能找到全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品一品 我的感想是 九年后的北伐战争 就是这样打的 那场战争的结果 众所周知 蒋介石基本上统一了全国 不管这个结果有多少弹势 最后总是蒋气国民政府赢了 你说蒋介石会不会打仗呢 在当时读完计划的孙中山 对蒋介石的评价也相当高 考虑翔辈 环环相扣 看完这两份计划后 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 也就是作战参谋 虽然这不是什么高级官位 但却是蒋介石扶摇直上的起点 蒋介石此时三十岁 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军事教育 也没有经历过正规的军理生涯 单凭自学得来的知识 就给出两份相当完整的作战计划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你要说他没有军事天分 我想同时代人都不同意 不过要强调一点 这两份计划并没有变成正式计划 蒋介石更没有与善观金当军师 跟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后的待遇类似 蒋介石此时在革命阵营当中的地位 顶多也就是个受瞩目的中阶军官 绝对谈不上什么领导地位 他还需要接受磨练 而且还要遭遇很多次挫折 历史大人物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那么这场护法战争当时到底是怎么开打的 来说说北方知道南方造反后的反应 说来有趣 说到消息后冯国章跟段祺瑞居然起了争执 段总理的意思是 那就无力统一吧 还原下当时的情势 我估计段祺瑞受到报告后 可能真的会笑掉了大牙 因为此时段祺瑞已经获得日本金援 那些日泄师正在紧融命骨的训练 南方仅凭装备落后的30个营就敢造反 算算两边的硬实力 南方真是没有一战之力 段总理的确有足够胜算 可是冯总统不同意动武啊 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 话说的很好听啊 民国照照几年以来战祸连年 现在复辟刚刚讨平 人心还很乱 不如安抚一下南方各派 求同存异吗 当然大家都知道他的心声 绝不能让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啊 就在这种各怀鬼胎的局面下 南方率先动手啦 南方的北伐军有15万人 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 以及海军第一舰队 并分三路 第一路路荣亭负责出两广进湖南 打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 这一路是战力最强的算是阻力 第二路唐继尧负责 出云南攻四川算是分散北军的防御力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会使武汉进军北京 第三路陈九明负责 计划出广东进攻福建与浙江 不过这是虚的 因为部队还在训练中 你发现了吗 其实这场北伐 孙中山根本做不了主 因为他唯一能指挥的军队还在训练 真正开打的都是人家手上的军阀部队 那么你会不会觉得奇怪 他们为什么要躺这场浑水 难道真的是被孙中山的爱国主张感召 当然不是啊 其实南方三派的团结是被段祺瑞逼出来的 虽然我们都站在南方的立场来说这场战争 但是真正先下手为强的其实是段祺瑞 1917年9月9日就在广东军政府成立的前一天 段祺瑞亲近傅梁佐就带着北洋军精锐部队 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二十师 总计三万人抵达湖南 号称要支援湖南防御 当然谁都知道段祺瑞想干嘛 北洋军精锐押境消息传来 陆荣亭和唐继尧就紧张了 如果湖南被段祺瑞拿下 广西云南就危险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借孙中山的名头开打吧 顺带一提 这次出现在湖南的骑兵跟冯总统关系很深 要知道湖北和江西是直系的地盘 如果湖南变成了晚系 那么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就危险了 于是明里暗里扯后腿的算计少不了 什么算计呢 待会我再告诉你 然后湖南宣布独立了 带头人是陈钱 此人也是同盟会会员老革命 早在孙中山号召护法之初 陈钱就回到湖南 发动湖南驻军起义 陈钱在湘军当中声望很高啊 再加上湖南当地的谭延凯赵恒替 对段祺瑞的态度都很不爽 双方一拍即合 陈钱宣布成立湘南护法军 然后就跟北洋军开打啦 战场在湖南恒山 史称护法第一仗 结果呢 打败 北洋军迅速攻占 恒山 绍阳等地 旗开得败的消息传来 南方大是紧张 段祺瑞如果城市南下 陆容亭就首当其冲 所以贵系的护国联军 急行军四天后 七万大军抵达湖南 加上原来的江南护法军 号称十二万 这是北洋军的四倍以上 然后蒋军师的预言实现 北洋军的士兵 并不想替段祺瑞统一中国 这次换北洋军一触即溃 王武贤 范国璋毫无战役迅速撤退 几天后联军收复所有的失地 段祺瑞亲近傅梁佐见事不妙 迅速逃走 三天后更坏的消息传到段总理府 王武贤范国璋这两个败军之将 直接通电全国 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消息传出 全国数百家媒体都呼应 一下子呼吁和平之声响彻云霄 段总理这下子眼貌惊心 还真有当年原皇帝重判亲离之感 怎么回事 原因很简单 王武贤和范国璋其实是直系人马 冯国璋事先给这两人发去了密令 先意思意思打个几仗 卖段总理一个面子 然后找机会宣布议和 然后强倒众人推 破骨外人垂 段总理在讨平张军后挽回的声望 迅速跌停板 一去不复返 各地军阀眼看北京政府又要垮台 纷纷学着当年原皇帝倒台前的态势 宣布独立 其实就是抢地盘 四川军阀流香 陕西军阀阳虎臣 都在这一波护法风潮下崛起的 几个月之间风云变色 如何民国初年的内战够魔幻吗 那么护法会成功吗 这个让我们留到下一集再说吧 以上就是本集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也希望您会喜欢 更感谢会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对了 我们的线上课程正在招生 有兴趣的请看资讯区的课程简章 我们下课程会的课程序